從狹窄的鐵籠裡 望著外頭不斷鳴叫 台北市動物之家三平大的狗籠 原本只能住2到3隻狗 現在都幾到4到5隻流浪狗 以台北市動物之家來看 收容數量原本600隻 但牠們已經連續兩年 實際收容數都在1000上下 而全台6多的收容所都正面臨相同的狀況 在鄉下的一些 甚至城鎮區 牠養狗可能在家戶的附近 那就讓狗自由自在在外面閒晃 那這種的就會造成遊蕩犬 如果牠沒有做好絕育工作 牠可能跟外面的狗就很容易 得一次配種發生繁殖 也是造成遊蕩狗族群的一個 潛在增加的一個因素 根據能委會最新公布數據來看 牠目前最多流浪狗地區 位在屏東共有2萬多隻流浪狗 而台南也有19,000隻 嘉義以及高雄則是1萬7,000隻 再來是新北市有1萬1,000隻 目前全台有多達15萬多隻流浪狗 沒人靈養 跟前景相比增加了6.19% 鄉村地區的放養形態的 這樣的一個飼養方式比較多 那第二個部分可能 市主的觀念 不像都會區的那個 市主的觀念 有來的那麼樣的一個 重視絕育工作 根據調查顯示全台每100人 就有0.66隻狗狗遭到遺棄 流浪狗動物越來越多 也讓收容所動物爆量 那我會也提醒 如果抓到棄養者 將可重罰15萬元 市主也應該確實負起責任 做到不棄養不放養登記絕育 別讓小寶貝一氣之間變成流浪狗 八大新聞綜合不到 民生發方式近在一小時 趕快訂閱我們八大民生新聞的 YouTube頻道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